2014年非法政变之后 美国就变着法的在乌克兰身上榨油 先是将所有乌克兰国库黄金转移到美国 然后是乌克兰那些还活着的军工企业 比如马达西奇 去年开战后 西方对乌克兰进行了一轮轮的援助 但是要注意 这些援助并非是不用还的 其中有许多是贷款 今年年初 乌克兰政府表态说 希望无偿援助在今年能占到70% 这也从侧面印证了一个事实 大部分援助是有偿的 乌克兰没钱还 没问题 你不是有资产可以抵押吗 乌克兰多多少少都还有一些国有资产 电力水力什么的 还有矿产和黑土地 乌克兰主要有三条矿带 顿巴斯矿带 扎波罗热矿带和外卡尔八千矿带 前两条大部分在俄军控制区内 少量由乌军控制的 也处于交战区 开采无从弹起 但外卡尔八千矿带所在的乌克兰西部 既不在俄军控制区 也不是激烈交战区 开采完全没有问题 所以法国等已经进入开采 黑土地同理 中部和东部风险太大 但西部的黑土地用来抵押问题不大 不过这点补偿还是远远不够的 西方光去年就援助了乌克兰超过两千亿美元 别管实际落到乌克兰嘴里的游几口 反正名义上 人家就是援助了这么多 而乌克兰开战前GDP也不过两千亿美元 意味着援助如果没有能让俄罗斯大败 那就是赔的 要么乌克兰大胜 要么乌克兰继续抵押更多资产 第一种结果自然最后 战后乌克兰重建将产生极大红利 被西方所获得 但经过一个月的时间 乌军的扎波罗热反攻极为不顺 付出两万人伤亡后 按照乌克兰官方说法 只是收复150平方公里的土地 150平方公里是什么概念 只有一个阵那么大 除非普利哥金在玩一票大的 否则第一种可能是很难达成了 至于第二种可能 抵押更多资产 乌克兰也没什么资产可抵押了 造成穷鬼了 没有水可炸了 那怎么办 大家先别急 还有第三种可能 从国际援助下手 最近乌克兰政府和美国 贝莱德为首的华尔街资本 签订了一系列协议 让贝莱德在接受乌克兰基础设施的同时 获得国际援助分配权 这油水可就大了 以前援助乌克兰 是先给到乌克兰手里 在由乌克兰自己分配 而贝莱德掌握分配权后 等于让美国掌握了 乌克兰援助资金的分配权 援助乌克兰的钱 美国虽然是大头 却不是全部 还有许许多多欧盟日本的钱 以及硬资产 比如武器 军火那是真正值钱的玩意 这蛋糕才叫一个大 乌克兰兜里那几个钢蹦算什么 挣钱嘛 不寒衬 这也是一次标准的俄城市操作 美国的钱如数奉还 盟友的钱 三七分成 对此俄媒评论称 美国一边出售武器清库存 一边吞掉乌核心资产 有网友则说 美国这回事发了横财 一个卖国协议 直接把乌克兰变成了美国的乌克兰州 根据相关报道内容 贝莱德公司将为乌克兰设计一个投资方案 目的是为其他国家或私人投资者 参与乌克兰国家重建和经济恢复创造机会 根据协议 贝莱德公司接手乌克兰全部资产 而不需要向乌克兰支付任何费用 作为交易 贝莱德公司则需要帮助乌克兰还清债务 贝莱德在乌克兰的工作和服务开展所需经费 将用西方提供的援助资金解决 因为乌克兰基辅政权形同破产 几乎没有其他任何资金 可见美西方利用俄乌战争真是一举多得 既卖掉了库存废弃武器 又得到了乌克兰国家开发权和经营权 不过看到这个报道 便立即想到的是 乌克兰的战后重建已经被美西方提上日程 那么有两个问题同时出现 一是要想开启乌克兰重建 必须停止俄乌战争 二是既然乌克兰的国家资产由美西方接管 那美国北约会不会以保护本国或本集团利益的名义 派军队进驻乌克兰 首先说第一个问题 即俄乌战争会不会很快停止 俄乌战争进行到现在 各方面情况已经看得非常清楚 泽连斯基本人及其组建的乌克兰政府 就是美国培植起来的政治和政权代理人 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最终把乌克兰 交由美国控制和管辖 这也是俄罗斯看不下去 对乌克兰进行军事行动的主要原因 经过一年半多的俄乌战争 美国看到不仅没有拖垮或打败俄罗斯 而且俄罗斯越战越勇 战争潜力深不可测 再打下去 不单美西方耗不起 且会有引发核战的不测后果 对此美西方心知肚明 不能为了地盘利益和财富而丢了性命 否则得到地盘财富利益还有啥意义 所以应当及时收手 现在俄罗斯已经得到了包括克里米亚 顿涅斯克 卢干斯克等在内的乌东部的一些地盘 如果美西方趁机控制了乌克兰剩余的其他地区 特别是通过本次协议 已经控制乌克兰的基础设施和国有企业等国家资产 应该有见好就收的意味 若俄罗斯对此不做出过激反应 那美西方和俄罗斯各有所得 各自满意 俄乌战争便将很快停止 第二个问题 美国北约会不会派兵进入乌克兰 如果俄罗斯默许了美西方对乌克兰剩余地盘的控制 并占有了乌克兰的相应资产和财富 而美西方和俄罗斯达成停战 为了不再停战后马上刺激俄罗斯 美西方或北约不会立即派兵进入乌克兰 但经过一段时间的过渡后 美西方会以保护本国或北约本集团利益的名义 派部队进入乌克兰 到时俄罗斯便不好再出手干涉了 估计俄罗斯不会同意或默许 美西方对乌克兰剩余地盘的瓜分 和控制乌克兰所剩全部国有资产 而是要得到包括基辅在内的一半以上的乌克兰领土 才可能同意或默许美西方的要求 这样俄乌战争还不会很快结束 美西方或北约也不会派兵进入乌克兰 从俄乌战争一开始 美国就叫嚣要战死到最后一个乌克兰人 代理人则连斯基及其傀儡政府 则不折不扣地执行了美国拜登政府的旨意 不仅要打烂整个乌克兰 还要战死到最后一个乌克兰人 只有这样 乌克兰才能真正消失而亡国 美西方也才能名正言顺的 以用乌克兰领土和国家资产抵还欠款为理由 派部队进驻乌克兰 并控制其国家资产 这将是美西方以后开启对外战争的新模式 我们要防止美西方把这个模式用于台海 杜绝其以保护本方利益 或以用台湾资产还武器欠款为理由 派兵进驻台湾 所以必须及时阻断美西方向台湾出售武器等交易 不能让台湾欠下美西方资金 乌克兰的悲剧告诉世人 美西方帝国主义的本性永远不会变 各正义国家和人民只有团结起来 共同与美西方帝国主义进行坚决斗争 才能避免国破家亡 千万不能让美西方代理人上台充当国家领导人 否则将给国家民族和人民带来巨大浩劫 这是亘古不变的定律 斗争美西方严防代理人 将是今后一切独立而正义的国家与人民的迫切任务 如果哪个国家或领导人不信邪 要挑战这个定律 那乌克兰 利比亚 叙利亚 伊拉克等便是样板 伊朗 朝鲜 古巴等为啥至今安好 因为他们一直充当反美战线的急先锋 所以安然无恙 假如哪一天他们要和美西方走近 那利比亚 伊拉克便是前车之箭 因为美国只容得下敢于和其斗争的英雄国家